這個叫做帝王劍腦蛋 防止老人癡呆 對 這個帝王劍腦蛋 其實我在門診用的滿多的 就是說有很多老年人 他們會說他們的記憶力不好 然後他會要求我開藥給他吃 那我會開藥 開中藥 還有幫他針灸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如何針灸 特別是百慧穴 然後回家的時候 我就叫他們吃這個帝王劍腦蛋 結果發現 每一個都跟我說有進步 另外還有一個小朋友 他媽媽說他注意力不集中 希望我幫他針灸 我針灸完了以後 開藥給他吃 他本來是在治療過敏性鼻炎的 我就回去叫他吃帝王劍腦蛋 結果小朋友 成績進步非常地多 所以還可以長高 增高蛋 對 所以我們叫一些長高的人 他們每次運動完以後 都要吃兩顆以上的蛋 這樣還可以幫助長高 我們馬上就來看看 他的材料有哪一些 因為我們已經準備了成品 在這兒 帝王劍腦蛋 對 這個帝王劍腦蛋裡面有所謂的 枸杞 紅棗 還有天麻 還有龍岩 還有和首屋 大概是這一些 然後組成的成品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帝王劍腦蛋 也就是預防老年去待的 還有幫助小朋友的記憶力 後來那個小朋友 後來都自己要求要針灸 還有叫媽媽煮蛋給他吃